大家好 我是张海洋 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我曾经在不同体制 不同规模 不同行业的企业里面工作了15年 既丰富了我人生的经历 也提高了我的工作经验 我曾经在国内的八个城市 境外的五个国家常住 曾经带领超过一千人的团队 去开疆拓土 也曾经单枪匹马的一个人 去空白市场上从零开始 在我的字典里 我从来不觉得这个世界很大 我要去看看 因为早就已经走遍世界的我 一直都知道 这个世界其实很小 只要你愿意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都可以是你奋斗的战场 今天我在这个舞台上 想找到一个中东及非洲区域 办公室或者是分公司负责人的职位 谢谢大家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 你为了一份工作 去中东非洲 你觉得值吗 我在华为的时候 我是做终端业务的 也就是说我是做手机这一块的 那么我的考评就是说 我不是在基站一侧 我不会到荒山野岭 不会去到特别偏远的城市里面 去做这种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我相信就是 其实最大的是一种文化之间的壁垒 但我觉得要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好 那这个华为干得这么好 也是这么好的企业 为什么要走呢 因为我觉得在任何一个企业里面去做呢 你都会发现说 有一个点是你很难去突破的 就是说当这个点到来的时候 我刚好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是我华为的这个主管 他来就是他来接手 其实就是乐视收购了酷派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机会 他就带着我 就离开了华为 就跟着上司跳槽了 算是这样了 去酷派做得好吗 去酷派我个人的发展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直接就做了那个总组 就是总裁助理 你还在诺基亚做过 对我在诺基亚做过 是酷派之前还是之后 之前那时候 我一直认为诺基亚 是我职业生涯当中 第一份正式地带给我 有价值的内容的一个工作 为什么这么说 他教会你在职场上面的所有的东西 就包括我后来去华为 他们仍然会说你有诺基亚范 你有蓝血范就是这种感觉 而且我之所以讲 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就是这可能也是我人 就是职业的一个短板 就是我没有做过基层员工 我在诺基亚第一份工作 这话说得让人多遭恨 可以不要恨我吗 我人生的短板是 我从来没有做过基层 我多么想做做基层 今天满足你 可以 我觉得没问题 现在全家在迪拜 对 全家在迪拜 那你现在是中国籍吗 是中国籍 全家都是中国籍 对 全家都是中国籍 但只是住在了迪拜 对 那你现在回国工作 是不是他们又得回来呢 不不不 我今天找的工作 是在迪拜那边的分公司 和办事处的这个负责人 刚才有一个企业家说了 你这么优秀 应该猎头把你给猎走 有的 你还跑来找工作干什么 猎头其实有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 可能在座的企业家 其实比我更清楚 就是很多东西 来源于你的弱关系 就是我现在面临的猎头 全部是大企业 然后大行业 连想找过我 我也不太想去 哎呀 你这样说话 其实说句实在话 让我们心里很不识滋味啊 我们何德何能 能吸引到您这样的人 才到我们这来找工作 您必须给我们一个 幸福的理由 让我们有点自信 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 心态上面的问题 我们的意思就是 你有更好的选择 为什么到这来 我不认为我有更好的选择 那你认为什么是 最好的选择 首先在这没有大企业 没有国企 没有那种五百强 我不想再去五百强 做一个螺丝钉了 就是我觉得 因为我在非洲 我已经有一个 自己去开枪拓土的 一个能力了 那么我想 就是为各位 真的去打一片天下 然后我可以指着 这个市场说 这个市场 是我一点一点培育的 一点一点做起来的 你刚才的意思就是 宁当七头 不当凤尾吗 不完全是这样 因为我相信 在座的很多企业 是有可能做大的 你要求薪资多少呢 我先放到四万吧 然后如果说 大家都可以谈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双向选择 因为我肯定还是要分红啊 要这个 就是期权啊 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是可以平衡的 我们可以零底线入职 但你够反正是十的期权 我先帮你问一下 有没有驻迪拜中东非的 目前没有 现在这有没有 北美和东南亚都有 北美和东南亚 俄罗斯也有 可以吗 就目前为止 只有金山云 除了中东非之外 有北美东南亚的业务 这些地方你去不去 暂时没有过考虑 因为我都待过了 可以 其实是可以考虑 看条件 看条件 对 就是你要有一定的决策权 然后你可以去 做一些事情 就是很简单的要求 其实是 好 了解